各位大家好 那个吉丁天堂这边跟各位分享 有人在看了我的那个八字五彩 为什么是富二代的 那一篇文章以后就有人来提问 就说为什么 从我的文章里面看出来 好像是八字根本就 根本算不出任何的东西 而且是要好像是各说各话 这样子八字到底是什么东西 八字本来就是这样子 我先跟各位讲 八字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从八字里面 当你不知道这一个人是谁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会算出什么东西 你可能会算出他很富贵 结果根本就是一个穷鬼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八字他只是 他只是人的运势而已 他是运势 他不代表人的命 他不等于命 运势不等于命 不要把两个搞困 运势不等于命 你不要把两个搞困 你的运势的起伏 你的命是什么 天时地利 人和三个综合起来 八字只是代表当中的运势而已 所以说相同命 相同八字是完全不同的命 所以说有人这样在问 当然也有人说 那个只是心理学根本就不是什么八字的学 八字怎么可能是那样 那种人就是标准的 没有去批过命的人才会这样讲 就是纯粹研究 假设你有真正去批过命的话 你会发现到根本相同八字的人 根本都完全不一样 在网路上 我曾经有看过人 一堆人在那边 就是有一个人回去 去拜 拜了他那个什么舅舅 他舅舅死掉 然后就把他的八字全部写出来 然后说为什么舅舅会死掉 大家讨论的很高兴 各有神通你知道吗 批的多高兴你知道吗 各显神通 结果后面竟然有人来泼人水 他就看到这八字 人家就跟我叔叔八字一模一样 可是我叔叔现在活得好好的 整个人就傻眼了 所有人都傻眼了 怎么会这样 他本来相同八字 他就只有运程会一样 他的天时一样 可是他的地利跟人和 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坐在这里 你就不可能坐在 跟我坐在同一个位置上 因为空间没有重叠性 空间没有重叠性 你顶多可以坐在我隔壁 你不可能跟我重叠在一起 空间没有重叠性 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所以说相同八字 只是代表他们的运程不一样 然后八字只决定于 出生以后时间对你的运势影响 可是有人出生的位阶很高 他可能是CEO的孩子 有的人出生很低 他可能是什么 贫穷老百姓 他们两个起跑点就完全不一样 一个这么高 一个这么低 然后运势一模一样 全部都往上爬 他可以爬到哪里 运势都一模一样 他代表的就是运势 可是他不先 这边是先天 先天是什么 你的家境 八字没有决定这个东西 所以说八字完全不公平 你们就在这里 不要认为你八字可以全部都分析的出来 那个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是这样 你才有办法分析的出来 了不了解 不是因为你从八字分析出他会是这样 而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是这样 你才分析的出来他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不叫八字 这个叫做人家讲的倒果为因 这也是说为什么我在批八字 我都说我批不出你的命 你的命到底是谁要我不知道 但是你的运我一定批得出来 去年四月赔钱嘛 对不对 去年八月日主受克 所以说可能工作运劳 他会发出问题 这个我一定批得出来 这个是运 这个不是命 八字讲的是天时的对你的影响 那天时是什么 时间 什么时间点会引爆 可是那引爆的影响力大小 是决定在这两个 你的空间 天人地 你的所处空间 还有你自己的本性面对的状况 这个才是真正去影响的那个大小 空间 他是引爆这个运程的大小 时间是引爆这个时间点的产生 他只是一个时间点的产生 可是他这个事件的大小是由天那个地跟人去决定的 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不是什么事都是跟八字有关 很多人就是因为会这样 学了八字 反而成了一个八字白痴 空有学问 可是到最后却是什么事都不知道 有很多人都这样叫做是非不分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完完全全不需要靠八字的 他也完完全全都要跟八字有关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 从命就从八字里面想要抓出所有的事情 我时常问一件事大家就傻眼了 跟你八字一样的大陆有没有 他已经说有 那我再问 请问你们两个命运会不会一样 全部人都是不一样 那我再问为什么 就跟我讲空间什么都不一样 好 为什么凭什么八字可以决定 个人就怎么样 这时候反推回来一问 开始置圆取说 知之无疑了 这个是因为什么八字 你刚刚不是说都不一样吗 这时候为什么你又跟我说八字 可以决定 这又是什么原因 你自己都自打嘴巴的 你要知道这个因理的时候 原理的时候 你就不会犯了这个毛病 想要单纯从八字去把他的一切都抓出来 你有那个本事吗 你的这个八字在台湾 大陆也有一票人也是 东北也有一票人跟你一样是这个八字 广东也有一票人一样跟你是这个八字 新疆又一票人跟你一样是这个八字 印度又一票人跟你是一样这个八字 美国又一票人跟你一样的这种八字 本质就不一样了 就是台湾人 他们就是中国人 美国人 印度人 本质就不一样 怎么可能会有一样的命运 那本质就不一样了 那本质就不一样了 地理又不一样了 你只是天使一样 才三分之一 你要怎么去决定这三分之一 用这三分之一来决定全部的事情 怎么可能 可是很多人是完完全全 他因为只懂这个八字 就把八字认为是全天下的道理 所以说他就是要从八字里面 把所有东西都找出来 可是往往会变成钻牛角尖 钻牛角尖 什么叫钻牛角尖 明明就不可能算出来的东西 他就是要去算 然后就说那个一定是古书上遗漏掉了 什么八字都会决定 人到底他一生有几个孩子 以前人就算得出来 为什么现在算不出来 很简单 台湾人你要生几个就生几个 大陆你看看你最多可以生几个 地理不就限制了八字的发展 可是很多人就傻眼 为什么 因为他把八字无限的去扩大 这个就是学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学者 什么叫学者 只是在单纯研究 根本都没有实际去批拟过 然后空有一肚子的学问 可是那个学问 好的也有 坏的也有 他根本都没有能力去分辨 所以说每次遇到那种不懂的人 有没有 就可以拿很多学理来去压制别人 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厉害 可是实际叫他来批命 五十度好像跟五成一样 五成他还觉得五成就很高了 五成 五成叫做用差的 再说各位 为什么学八字一定要去实际拼命 你问你才会知道 你批的准迫不准 而且你批不用批很远 你不要像我前几天 那客人来打电话跟我讲说 我都批他终老一生 孤老一生 那个都不知道几岁以后 他只要问他 那我现在 那我明年 全部都这样子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为什么 他不是很会批语 为什么批的都 批以前会批的准 为什么用套命的套的出来 批未来批的远远的 为什么时间还没有套 批现在都是为什么不敢批 为什么不敢批 很简单吧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批的准或不准 才会这样子 我们的学生批都是批到月的 几月几月的 你看到我跟学生的讨论都是讨论到月份的 哪一年的几月 有的时候批错的月份还会在那边自责 老师怎么会这样 怎么少一个月多一个月 他们是这样子 不是说批错 是时间算错 所以说要清楚 实际批命 有没有实际批命 跟有没有学问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才会知道有很多东西是真的只是纯粹研究而已 实际上根本就用不到 而且也没有用 这个才是真正批命的东西 这也是我时常会叫我学生去批命 你不要问我理论 那个没有用 你去批的就知道了 所以说各位你才会发现到 为什么 我有很多的时候 我在讲八字的时候 我是用社会新闻在那边讲解八字 他就是八字的原理 但是你要懂 你要懂你才会知道 我都在跟人家讲 你不要看我听在那边讲社会新闻 我在教你八字 他八字的原理就在里面 那个就是八字的原理 只是你懂或不懂 会不会分析出来 你只要懂的话 你就不会去陷入到这一种危机里面 所以说八字我都一直讲 他是藏在生活里面 他在新闻事件里面 那个都是很好去学习八字的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永远都只是在批命上 在古书上的学理 在那边一直研究 那个都没有用 那你研究出来又怎样 2000年前的观念跟现在可以是一样吗 根本不一样 对不对 神风通考里面有一个八字 以位 神风通考里面的 明朝张兰做的 张兰大学士 金氏 这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八字 两个女生一模一样的八字 结果 这个是相同八字 不同命最好的范围 可是他在书里面写的是什么 女人不用算八字 女人只要看他老公 所以说一个老公嫁给当官的 一个老公平坏老百姓 所以说一个就很富贵 一个就很贫穷 这是在明朝的观念 你把他拿来现在的观念可以用吗 这个观念在那时候算很正常 可是这个观念在现在社会 你会被人家骂死 因为现在的女生也要算他的观念 也要算他的财运 因为现在的女生也要出来工作 不能够再用这种观念 所以说你看明朝前的观念 跟现在的观念差那么多 你研究古书 你不能够把古书里面的东西 15-10的这样搬出来用 他要做修正 你要修正为现在可以用的 观念 那个差很多 这是在古书里面的八字 可是他没有批这个八字 所以你们不用批 这是古代的观念 确实古代的女人没有工作 都是在家相夫教职而已 大门不出 二房门不卖的 就在家里而已 可是现在是这样吗 假如已经不是了 这个观念 古书的观念就有问题了 可是这个都是古人 那时候正常的观念 所以说你认为一本古书里面 他的这一种观念的情况下 我们到底有几个 有几层可以拿来用 符合我们现在的社会 这个才是重点你知道吗 这个才是重点 不要吸收了 就算让你把整 整部的那一些八字经典 让你背的滚瓜烂熟 都没有用 你的观念假如没有做个时代的改变 我只能说你拿着古人的八字在批现代 把现代人当古人 当然批不会准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 这个时空背景的不一样 还有你有没有实际去批命过 不要只会当一个学者 人家有没有实际 有没有实际批命 有没有实际的那个经验 那个只要批就知道了 不需要讲一大堆理由 有 就说各位你在看我的视频 我会跟你讲什么大道理 海都都在五行跑来跑去 课来课去 怎样的 就是这样而已 他本来实际批命就这么简单而已 是人为把他搞复杂的 那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 他又不是算命的 假如他跟我一样是算命的 我人命算不准 我会饿死 他们不是 他们当官的算命只是完完的而已 算不准他也不会怎样 所以说立场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说为什么 命理师重的是实用实际 不是学理 各位要清楚 所以说你要知道你学的八字是学术派的 还是真的是实战派的 你自己要去清楚 你自己要去清楚 这是两者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实战派的快很准而已 他就是标准的快很准 一针见血 你只要学术派是很多很有学问的东西 让人家听不懂 摸不着 好有学问 就这样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这一些东西 所以说你假如想要真的进入到 真的了解八字 多多去批命 而且是批现在人的命 不是看那些古书的案例 或者是批古人的那一些八字 你不要在死人身上找答案 找不到的 尤其那些历史事件 各位都很清楚 当你都已经三四十岁了 你都会很清楚 历史事件有很多都是假的 可是你身旁人发生的事情 这么近的时间可以印证 你不去印证 你去印证什么乾隆皇帝的八字 又什么朱元璋的八字 你去印证他干嘛 他们的八字是真是假 你都不知道 说不定是人家杜撰出来的 你哪知道 可是现在的人就在你前面 他的八字 就是真的 他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在最近几年而已 这种东西你不去印证 你要印证那个几千年的 你会不会有点舍本矚目 所以这个就是学把子 很多人会有的迷思 什么叫做理问 什么叫实际 他完完全全分不清楚 他只会认为他所学的什么东西都要算得出来 很多都是导果为营而已 我说真的 你把陈水扁的八字打出来 然后把陈水扁三个字盖掉 没有命理师敢说陈水扁的八字是总统命 但是你只要把陈水扁三个字写上去 大家就说这个是总统命 是因为已经知道他这个人 所以说各位不要犯了 第二种 写上去以后什么都知道了 不写上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一种的叫做靠命 我们就算不知道这个 我们最起码会知道他的运势怎么跑 我们最起码知道他的运势怎么跑 那代表什么 你就是在批八字 你不是因人去批八字 你也是看这个八字在批他的运势 然后等你知道他这个人以后 你再把位阶的观念带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运势你一定批得觉 这时候工作运很好 工作运很好 这时候是他工作最辉煌 然后你看对照 原来是陈水扁 可能这时候是当选市长 那个时候是当选总统 你才会这样子批 而不是 他就是因为 你有没有看到 他在那时候当选总统 就是因为他的官罪 这是完全两回事 你知道他当选总统拿来靠命吗 而不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一个人 先知道他这时间的运程是很好 官运很好 这两个时间官运很好 所以说他在这时候工作运 民生各方面都很不错 等到你知道他原来这个是陈水扁 然后他对照一下 这时候 对了当选台北市长 这时候原来是总统 这个才是印证 不是先知道他的人 然后跟你讲说 这是因为他在当事长的时候 他的官运很好 各位你学的都是第二种 你有没有办法 在批命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就先批出来他的运程 等到人真的知道的时候 你再来看看是不是跟你批的一样 这时候官运最好 对 当选台北市长 这一边又一个官运不错 总统 这个才是真正的批命 绝对不是第二个 以人来批 而是你已经知道他的运程 在拔 等到你知道这个人丢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他真正的情况是什么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各位要清楚 各位要清楚 我们学八字就是在学这个东西 人家都不跟你讲 然后你就直接批他的运程好坏 工作运好 破运 破官运 这时候工作运又不好 这边又好 你算出来以后 当对方跟你讲 这个人其实是谁 你对照是不是民国几年这样 他当选了台北市长 他官运不好 他落选 过来又官运好 就当选 也就说你提完了 用事实来验证 而不是先拿事实出来 再用八字来验证 这个叫套命 这不是八字 各位要清楚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假如各位对命理有兴趣的 你可以到我的blog里面有未签文章 可以各位可以看 也可以 这些影片我会上传YouTube跟FB 各位可以反复观看 找出来自己所需要的资讯 只要各位看了影片 或者是看我文章有疑问 对命理有疑问 也可以在我文章里面或影片留言 影片下方留言 我看到我会回复你 我会回复你 说不定还会做另外一个视频 来做一个讲解 因为你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大家常犯的问题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各位同会有缘的话 同会时间再见 拜拜